5月份的那个510几 那个其实是一个 一个断头的误煞 那这次的 表示什么 如果台湾股市崩盘 四大基金要救 台积电一定是名列之一 为什么 你要做价差也可以 那就像我们刚才的几位同学里头的 下来第一个前提他敢买 那这种策略比较不稳 台积电如果要做价差 你的条件基本上是可以有的 为什么 基本上是这样子 那各位 我们大概聊了蛮多的 做价差 那我还有意外同学也卖 也卖不错 好像就这一个月 这次下来他好像赚了42万 不是很高了 四十几万严格讲不是特别多 但是他也做到 好 那我看他 我就在讲说 我说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他的一个关键化 就是在月跌的时候怎么样 月买 你如果手上没有货 你怎么做价差 对不对 那有两几种可能 一个就是在高档的时候 你出去了 你判断他会下来 然后你出去了 那他果然下来 但是这个难度有没有 那就是不确定 很可能你卖了 他开始往上走 所以这个一定你要有一些 不管你来自于技术分析 还是你从他的估值 从他的momentum 从他的动能 各种考量 一种就是卖掉 这是一种策略 那这种策略来讲 是我并不是特别鼓励 因为这个东西 我觉得他是要有技巧 有高难度 要有经验的人 那第二种做法 是我比较建议设置 如果你真的要做家 有些人就说 老师不必了 台积电放着 我就让他若干年后 到达一个指标 那有些人就是希望能做价差 好 那么就针对价差里头 我上次就提到了 你如果是有一个资产配置 有攻击 有防守 那你这个防守的时候 在他下来的时候 一个是你有多余的闲钱 一个是你可以 这个防守性的资产 可以开始调度 对不对 好 那调度的前提 是什么 那你要做价价前提 调度的前提就是 你对这个公司要怎么样 要足够的了解 他下来你不会怕 你如果找到了 有类似台积电 这样相同的体质的时候 你其实就找到了什么 一流的企业 我其实是非常希望台积电 有下去再上来 那很不错 2021年就来了两次 那两次下去怎么样 都上来 上次的5月份的 那个510几 那个其实是一个 一个断头的误杀 那这一次的 也瞬间也很快 几乎都是非制型反弹 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球的力道弹度够 那他的弹度够 是反映在上面 他的体质强度够 他的体质里头 我们第一个 要有品牌忠诚度 对不对 第二个呢 我们那天谈到了 就是他有这个 所以有一个差异化的策略 在让他那个 那第三个 我们很快先讲了 第三个 无可取代性 第四个持续性的竞争力 我们先讲第一个品牌 第二个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差异化程度 差异化的策略 我记得张忠某先生好像引用了这个 他们独立董事好像是上次的 Michael Peep 那个那个Porter 他当时他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说他本来以为一般公司列为 commodity商品的竞争的时候 大概有三四家就列为这个 他这个独立董事跟他讲说 没有 只要有一家跟你做得很接近 你就是commodity 哇 张忠某说 是 你可以看只要有一家很接近 你就 你就开始惹上麻烦 所以台积电在这方面里头 有没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你去判断 有没有 当然有 那最主要最主要的是 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那这两位朋友赚到钱 或我们在台积电会赚到价差的 都是一个什么 我们常开玩笑 好像是你的投资要有那个塔利班的 那个信仰跟精神 投资会赚钱 一定是犹豫者的资金会 会转到固执的人的身上 那凭什么固执 塔利班凭什么 凭那个信仰 那凭什么固执 因为你知道台积电就是这个体制 他现在是这个体制 十年后我们不敢讲 现在是这个体制 那何以见得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讨论 包括他的折旧 他的策略 包括他的并购 包括他所有在资产配置 资本配置里头的强项 基本上里头这个固执 其实你要有耐心 要有信仰 那信仰里头最重要 我们就敢讲你要有信念 你要相信这个是一流的体制 那只是估价高低 估价高有时候会高 可能你会被套住一下 那如果你是一个有耐心 你他还是可以获利的 你有没有越跌越买 没有 那你就没有这个条件 所以你要有的条件是 你对一流企业 你已经产生信仰 那没有信仰 那信仰从哪里来 一定是来自于你很多的阅读 去挑战他 你看这两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两次为什么他可以谈回来 我们设置开玩笑一讲好了 如果台湾股市崩盘 四大基金要救 台积电一定是名列之一 为什么 只要拉他一下 指数就很容易谈上去 而且他的体质 会让大家有足够的信心 所以这次下来下杀的 我就不知道 一个就是他想做价 他认为低还会更低 大力光是一个你去看到毛利率是非常高的公司 大力光现在本预比才拉到14了15了 很算不高的 可是你去看大力光的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四样东西 第一个有品牌中程度 差异化程度强不强 有一阶 但是郁金光其他的跟人家靠的连在一起 第三无可取代性 有没有 有被取代的可能 有时候手机里头 他不需要到你那么高阶的时候 但是台积电的进先进制程 你没有就没得竞争 对不对 差异就在光这无可取代性 第四个 可持续性的竞争力 我一直在讲 大力光接下来会面临的挑战里头 他的持续竞争力 跟能见度我们看不到 那我要在这里再延伸出去比较 Amazon里头 我给他跑掉了 Amazon在十几块的时候 我真的是那个时候 就是我希望买到更低 他低下来的希望再更低 结果就跑掉 一下子一瞬间就上去 上去下来下来 他就不下来 好Amazon我给跑掉 但是Amazon里头 我们刘顺仁教授 他在他的第一本书里头 好像第一本书 我记得刘顺仁会计教授 他就提到 有一家公司盖着 不让大家看到名字 把他财务报表摊开 所有的投资者朋友就说 哇这公司不能买 这个现金流基本上都是 看起来就是那个的 这财务财报部 然后他把名字拉开 给大家看 一看Amazon 大家都意见又改变了 这个可以买 好那我要讲的是什么 Bezos是从华尔街出生 他曾经在外干过 他非常懂得跟华尔街沟通 当时的证券行 我记得都有一个分析师 去挑战他 挑战这个 认为Amazon设置有诈欺 怎么搞的 生意上来都看不到现金 Amazon当时Bezos就跟华尔街有一个充分的沟通 他说我们的资金都会再投入 我们建立我们现在的这个发货中心 这是要花钱的 我们现在在花钱的阶段 我们 所以他把他的愿情跟他做法 跟大家沟通 大家看得到 那形成了 他在银语里头虽然没有看到正名银语 但他知道这个资金 我现在所做的是一个扩建的一个东西 他保持一个很通畅的沟通 大力光很难 第一个 我搞不好CEO都不知道下面一个订单 是不是能如他预期 所以他也不能讲得太死 好那偏偏这种科技 又跟他这个东西不一样 所以大力光的困境 我认为是比较那个 我不是说大力光不好 而是股市里头告诉你 非常的现实 连大力光是可以 我真的很希望大力光能够复活起来 王子会来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点 因为他现在的营收都还在亏 都还在递减 递减就是说 跟前期都还没有克服 所以还处在一个很辛苦的状态 或许他已经快到谷底了 我真的不知道 海基电讲了一年多 能够带你上来的就上来 如果不能带你上来的 我上次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是460块钱 去年2020年的11月出版 5号出版460 我说如果他以16%的速度在成长 16%你大概四年半 不到五年 五六三十对 不到五年 四年半左右就翻一倍 所以460如果翻一倍 就920块钱 我上次一再视频讲 我再重复的讲一遍 7奈米 5奈米 3奈米 2奈米 如果现在还有一奈米 当时我没有讲 我在电视上就7532 还不知道他有个一奈米 走完你给他量产两年 就是3奈米 大家现在可能估计 大概2024吧 那个2奈米出来 大概可能也到2024到2025 你再给他量产两年 我认为他要有机会 有这个实力进入千元 千里之外 那你2021 2020去年算吗 21 22 23 24 25 不到25 在24年的五分 我们就用这个时程来看 所以时间还没有到 一个就是你有耐心 我并没有告诉你 马上买马上跳上去 从来没有 好 那我们我要告诉你的就是 你要买有一个耐心 你有很多种做法 你要做价差也可以 那就像我们刚才 那几位同学里头的 下来第一个前提他敢买 那有人是我在上面卖 我有钱空着等他下来 那这种策略比较不稳 你宁可是手中已经有鸟 两只鸟 你放掉一只 你手中一只没有鸟 你去放掉去抓那只鸟 不是不可能 你可能也抓得很漂亮 那你也可以不必抓 你觉得这个报酬里头 以我这本460推出来的部分 你现在600多 如果到1000块 也有将近400块的这个差距 7成 那你觉得这个 4年多到5年7成 你愿不愿意等 那也可能失败 也可能失败 第一个我可能不会 没有预判对 那我已经进了 我告诉你这样的分析 有可能失败 也可能对 所以由你来判断最后的 讲台积电视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型 它会下去 我当然知道它会下去 而会上来 所以它是在一个合理的中轴线里头 会超迈 超迈 超迈 超迈在这边晃动 那现在它是在区间盘整 但是取决于你是什么投资策略 你越有耐心的人可以等 想做加差的人 偶尔 也可以 那就是叫做若把西服比西子 苏东坡的丝 若把西服比成西丝 西子 但砖 龙膜 总相宜 台积电 因为能够做到的本质是什么 条件是什么 就是因为 它目前还是在一个上升阶段 而且它是在技术各方面都达到了一个 不管是在管理 都达到了一个非常均衡 从大立光的例子 你就可以比较从那四个 请记住那四个东西去衰选 可以帮助你找到类似台积电的一流的企业 一旦找到它的时候 那你应该具备的就是心理素质 月跌 你可以想办法去 我在这本书上就讲台积电是一档 月跌越安全 到目前看起来是对的 她真的不证明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